為了回應社會各界對於北部都會區的期望 我已經督促相關政策局不失時機 跟進發展策略多項的關鍵工作 但在談具體項目之前 我想重申社會應該為落實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創造有利的條件 確保將願景落到實處 這些有利的條件包括第一 第一 土地開發程序必須要大幅精簡 第二 要有效整合審批土地 第三 制定有利產業和人才發展的政策 第四 強化執行機制 接著我會向議員講述幾個關鍵工作的進度和方向 按著運輸基建先行這個理念 特區政府已經在工作層面和深圳市政府 討論屬於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建議下面五個鐵路項目中其中三個跨境項目 我計劃稍後到訪深圳和市領導交換意見 在香港這一方面 運輸及房屋局正著手研究 連接洪水橋和前海的鐵路 在香港這一方面的路段 完善增設車站的位置 開拓更多土地作房屋、創貨和商業發展 是發展策略的重要目的 涉及額外600公頃土地 和16到18萬個來自四個區域的住宅單位 發展局已經將當中的新田科技城和羅湖敏感度 綜合發展樞樓這兩個區域 納入去年10月展開的新田諾馬州發展樞樓 新界北新市鎮和敏感度的規劃及工程研究範圍之內 相對於過往的新市鎮發展 我們更重視北部都會區的就業機會 除了新田科技城之外 北部都會區裡面的洪水橋下川新發展區 享有和前海一彎之隔的地利 可以發展商業和現代服務業中心 我已經指示政府應該擔當先行者 將部分沒有地域限制的政府部門 搬入去北部都會區 帶動發展、創造就業 發展局已經在古洞北新發展區選定 可以發展綜合政府大樓的土地 作為移居的都會區 我們需及早籌劃 在這個區裡面的主要社區設施 我早前就聯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就此和醫院管理局主席和行政總裁會面 雙方原則上同意在北部都會區 擴充或者興建三間醫院 當中北區醫院擴建工程已經展開 2028年員工之後 將額外增加1,500張病床 古洞北醫院會預計會成為 北部都會區的中心醫院 初步估計最少提供1,600張病床 北部都會區重視城鄉共融 發展與保育共存 為了確定分別位於南生圍、三寶樹 和何學圍的三個濕地保育公園 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 以及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範圍 以及管理模式 以及評估有關措施對於創造環境容量的成效 環境局正是籌備今年內開展顧問研究